绿色给我们以希望 希望让我们走得更远 银创成立于2003年 是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基地 国家及北京市城市矿产示范基地 及绿蒙龙头企业 国家循环化改造试点示范园区龙头企业 2015年 银创和挪威陶朗集团成立合资企业 共拓全球智能回收机具市场 引领全球资源革命 2017年 银创获远洋集团入股投资 2012年 银创率先将物联网 移动物联网等高新技术 引入资源回收领域 自主研发中国首例饮料瓶智能回收机 拥有近百项知识产权 并陆续研制出易拉罐 旧衣服 电子废机物等多品类 多型号智能自助回收机具 银创智能回收云监控平台 和智能反向物流系统 可实现再生资源流向 全程安全可控 目前智能回收机 在北京投放达到5000台 在国内20多个城市与地区销售 并出口至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央视、北京卫视、CNN、NHK等海内外各大媒体 相继关注并报道 2017年 在中宣部 砥砺奋建的五年大型成就展中 迎创智能回收机 获央视新闻联播报道 并被国家博物馆长期收藏 为解决标准包装物总量激增 危害巨大且处理不当的问题 迎创基于国外先进经验及国内实情 依托自主研发的智能回收机具 创新性提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 一次性饮料包装物压监制回收体系方案 并具备搭建、建设和运营一体化方案的能力 饮料包装物压监制 即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增加一定押金 将残余物返回指定回收渠道后 获得押金返还的一种制度 目前 全球近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已实施了押金制回收体系 饮料包装物的安全回收率 普遍达到85%以上 2016年5月至8月 银创在北京物美超市建立智能便民安全回收示范站 试连饮料包装物压监制 期间共收回饮料瓶30多万个 安全回收率达70%以上 同时 银创也在香港 海南 重庆等省市 积极推动押金制的落地实施 银创拥有中国唯一的食品级再生巨汁切片生产线 年处理PET饮料瓶达5万吨 独具特色的频道瓶全循环经济产业链 其生产工艺达到美国FDA 美国国际生命科学学会 可口可乐公司认证 银创成为08年北京奥运场馆 PET费旧饮料瓶唯一回收处理单位 2010年 李克强副总理视察银创工厂 对银创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 2017年 银创独立设计开发的环保再生潮牌Botaloop正式发布 通过引导公众参与清洁回收 并结合时尚艺术的设计理念 再加工成环保潮品 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 8瓶继续 14瓶手提包 Botaloop作为来自大自然的邀请函 邀请更多的人节约资源 共同守护生命的循环 2018年 银创饮料瓶智能回收机入驻俄罗斯世界杯 由智能回收机收集并循环再生的八瓶环保潮衣 也作为志愿者服装在世界杯亮相 为深入贯彻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银创提出的新型城市级生活垃圾分类 一体化建设与运营方案 通过高精密模块生产技术研发的垃圾分类智能回收站 满足了垃圾分类定制化解决方案的需要 2017年9月 垃圾分类智能回收站落地中山市 助力环卫运营商实现垃圾分类智能化 2017年10月 银创承接完成了中宣部 中央党校 人民日报等中职机关办公区生活垃圾强制分类项目 银创依托股东远洋地产的基因优势 致力于设计 建设符合国际工业4.0思想的现代化产业园区 为国家循环经济园区升级改造提供新思路 2016年 银创在天津宝底 投资建立产程融合的4.0产业园区 占地9万平方米 打造平到平 全产业链循环利用新模式 是经经济一体化循环经济规划的创新实施 地球 不是我们从祖先那里传承来的 而是从子孙后代那里借来的 作为新时代的环保人 我们是敢于承担勇于奉献的一代人 更是绿水青山的践行者 与见证人 嗯 嗯